家人们 谁懂啊 脑子都快被这个急停晃飞了 试试这招急停假拉回 惩罚他一下 他不是扑得快吗 你就正好骗他扑上来 假装用急停拉回 但不要完全把球拉回来 拉到一半就返回去往前推 有点类似于做一弹闹的 只不过拉球 推球从左右变成了前后 最后配合手上动作完成急停 急起 掌握好这个节奏就能把对手一步过掉 原理一模很简单 但技巧军却要重点说说他怎么用 这招招式属于七招 时不时用一下效果非常好 但不能一直用 就跟拜博一样 你偷起个篮之后偶尔用一下 很容易就能点飞对手 但如果你老用的话 对手就不会跳了 所以当你用了几次急停拉回之后 晃开对手了 诶 这时候再突然来个假的 说不定就把对手给晃趴下了 只要掌握好这些戏剧动作 再揣摩对手的心理 技巧军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个招式 变成你的一个必杀技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任何想看的篮球技巧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准分享篮球干货的技巧军 咱们下期再见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微信公众号篮球技巧教学 在这里有更多篮球干货等你来学习